第二十课 小人书摊 课文 小人书摊 小人书是一种以书的形式出版的连环化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那时候生活很单调 没有网络 没有动画片 读小人书是儿童最主要的娱乐之一 不仅小孩子爱看 还有无数的青少年和大人也爱看 随着小人书的流行 出现了从事租书业务的小人书摊 这对于那些想看又买不起书的人来说 只用很少的钱就能看一本 毫无疑问是件大好事 记得小时候 我家附近就有个小人书摊 就是一进街口靠墙的一个小棚子 里面用几块砖头 鞠着粗糙的木头板子 工人们坐着看书 棚子里有一张床板 摆着各种题材的小人书 墙边还拉了几根绳子 一本本书翻开搭在上面 五颜六色的 很好看 为了减少损坏程度 每本小人书都用牛皮纸加了层封皮 封皮上用毛笔写上书名 整齐漂亮的毛笔字 能充分地显示出书摊主人的文化水平 摊主是位上了年纪 身材瘦小的老人 总是穿着一件灰色长衫 静静地坐在一边 陪着看书的人们 在这里看书的人 大部分是附近住户的孩子 也有一些喜欢小人书的成人 租借小人书很便宜 在摊里看 每册一分钱 选好书坐下就看 看完连书带钱交给摊主 假如借走回家看 则每本每天两分钱 挑好书后交给摊主 摊主仔细地将租书人的姓名 地址和所借小人书的书名 登记在本子上 收了租金就可以拿走了 第二天还书时 再把记录一个一个地画掉 还书手续就算是办理好了 印象中似乎没有什么押金 全凭信用 我每天放学回家 总要经过这家书摊 都要进去看看 然而 这种影响了数代人的小人书 如今只能在北京的潘家园 护国寺等地的旧书摊上找到 一些印刷精美 有特色的作品 则身价大涨 成了收藏品 甚至进了博物馆 小人书和小人书摊 已成为历史的记忆 生词 生词 贪 出版 连环化 年代 单调 网络 动画片 娱乐 无数 青少年 从事 毫无 疑问 棚子 砖头 枝 粗糙 木头 题材 翻 搭 整齐 年纪 身材 成人 册 假如 登记 记录 手续 办理 押金 评 印刷 掌 收藏 专有名词 潘家园 护国寺 词 散 约 散 雀 散 约 辉 ジ 感谢观看